来 瑞德哥怎么看 这个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是不是代表郭台铭可能要出马竞选 但是是不是同时也让这个蓝银呢 出现了矛盾跟分裂呢 事实上今天是823炮战61周年的纪念日啊 那么这三个这个巨头呢 那么一起啊 包括郭台铭 王金平 柯文哲 一个是台湾首富 43年来 在商场这样 商场上面呢 无往而不利 另外一位是台湾当最久的立法院的 这个院长外加立法委员啊 那么乔到船头自然子啊 一直在乔 那么另外一位呢 是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 一举一动呢 动静观瞻 今天三个人合体 刚好跟一本书的书名是一样 叫狐与狐 老虎的狐跟狐狸的狐 那么又有老虎又有狐狸 至于谁是老虎谁是狐狸 我想可能是混合 大家都有可能是老虎 也有可能是狐狸啊 不过今天三个人 丁铭有讲出说 我们要合蒙 我们要合体 或者是说 我要偷掌竞选总统 都没有 不过 他们三个人合照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 在军刀机的前面 那么 823炮战呢 军刀机 容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在中华民国的空战史上面呢 我们现在不是刚好 美国要卖我们F16V66架码 那么非常棒的一个战机啊 那么包括对方的解放军 现在的歼10歼20 可能都不一定 我们可以跟他打成平手啊 没有问题的 20年可保台湾安全无余啊 可是在1949年 那么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来的时候 我们的空战都靠军刀机 所以呢 把米格机打得快不腾体啊 所以呢 带有个劲刀机非常的重要 那今天三个人在那个地方合体 就告诉所有的人 三个人当他们手拉手 不一定先连心 可是站在一起的时候呢 那么就像61年的这823炮战 能够扭转整个战局啊 我要告诉一下韩国瑜市长 因为今天韩国瑜市长说 纪念归纪念 政治归政治呢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 这823炮战的意义 我不知道韩国瑜市长知不知道 61年前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一身零下 首当其冲5万发炮弹 直接就往金门的餐厅打下去 三位副司令 抗日名将吉星文三位就死了 国防部长于大为 跟当时的金防部司令 胡连也差点死了 是因为他们沿路在参观一个据点 delay了 所以没死啊 我们被这个中共的炮弹 四十几万发打得溃不成军 后来是美国的八寸榴弹炮 运到了金门 砰了一身打下去 然后厦门车站整个断掉 所以他们以为我们打原子弹 才改成单打双不打 最后逆转 当时打金门的 打中华民国的 跟我们国军开战的 是中国共产党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请韩国瑜市长不要忘记了 在你踏进香港中联办 一国两制的时候 你还记得823炮战的意义吗 可是今天不一样的是 列正在军刀机前面三个人的握手 他一样是八寸榴弹炮 不过他把炮衣给揭开来了 但是他调转过来说 对准的是中国国民党 包括他的总统参选人 韩国瑜 现在好有一笔啊 四壁大战大家看过没有 四壁大战两军对垒 现在人家郭台铭这边 粮草传播公司 公关公司 所有的发言人群 跟他的幕僚 包括上电视节目的 全部都准备好了 现在子谦东风啊 东风在哪里 东风在对面的阵营里面的 韩国瑜的身上 因为只要他的民调再跌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下个礼拜的韩国瑜的民调 应该还会再跌 因为历经了这个所谓的 国王新国王新一支 阴阳眼才看得见 追踪器嘛 对不对 事件了以后 那么还会再跌 而再跌的话呢 现真跌破三成了 再跌破两成五 再跌破两成的话 那就是郭台铭的这个东风啊 那么今天不是又传出来说 什么报备参选吗 对 怎么会有报备参选呢 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国民党要选总统的人 只有一招人罵而已 当年宋楚瑜就开除了 开什么玩笑 所以呢 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但是人家党主席可不是说 如果有人会脱党竞选的话 就开除啊 对 他只是说伤脑筋 伤更大的脑筋 这样子而已 所以今天三个人站在一起 什么话都不必说 就已经让你中国国民党伤套脑筋 而他如果半个月 一个月又不说话 就会让你中国国民党的选情 更如雪崩式的恰火